有关于20大前的人事变动啊 那么这一个环节啊 可以说是良意搜搜各种各样的谣言不寒而栗啊 那么首先呢来说到啊 最近呢有有这个习下里上习上里下 习下里下习上里上 之前呢我们这个标题呀就写错了好几次 到底习里上上下下又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此前呢来自台湾媒体的一个报道 其实呢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 结果呢是这一家台湾媒体今天啊 要把这个这个文章撤下来还特别道歉 我才注意到他原来那篇文章写的是什么 这个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媒体的报道 说消息人士透露啊 现在呢叫做李上习不下成了定局 上上下下怎么又出了这么的一种变化方式啊 说呢说习近平会失去第三任期 但是这种说法呢也不甚准确 李上指的是李克强20大后可能会接任啊 总书记主管党政 而习不下指的是习近平在二十大后还会当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主管军权 其中还特别说啊说国民党的前主席红秀柱曾经向习近平夸下海口 说现在呢买通了台湾的大批军政高层 只要爆发战争啊这样的力量就会积极策硬 我们说这是台湾啊里面好像之前我们看到俄乌战争啊 说在乌克兰收买了多少内鬼啊死昏灵 红秀柱本人呢对此已经提出了强烈的驳斥 结果呢这篇文章啊现在正式撤下 那么相关的媒体呢是说啊是由这个编译人员自行赎写 没有经过啊审核同意又说呢对于红秀柱女士本人造成的伤害 特此致歉本来没有注意到的谣言结果他一辟谣反而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所以呢我们就在辟谣之后再讨论一下这个谣言 为什么礼上习不下这个事不靠谱 哎呀我批评我们的台湾同事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我是去台湾拿去长大的 我出来以后很重要的一份工作就是在台湾的媒体工作 所以我不太敢批评台湾媒体 台湾的媒体是比较令人遗憾的 是集中了中国非常优秀的一批华人的媒体工作者 一方面是他们有文化的抵任 有传统的文化的抵任 然后又很多人接受了新闻的专业的训练 而且台湾更重要的是有新闻自由 但是非常的遗憾 台湾的政治的纷争 再加上市场的这种拉力 造成现在台湾的媒体的水准的下降 这也不是台湾媒体水准 全世界的媒体水准都下降 如果只是一个媒体单一的出错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哪一个媒体都会出错 纽约十八整理要出错 但是台湾的媒体的出错 显示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自由世界海外 有多大程度上了解今天的中国 这个则是一个真正的 本质性的问题 三十年以前 我到海外来 那么一些教授请我吃饭 一些老华车请我吃饭 乔林请我吃饭 我和他们谈话 最大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他们非常关心中国 但是他们跟我讲的那个中国 根本不是我从 那个国家来的 所以我在1990年的时候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那个礼长发表一个演讲 还不是我的好几个人 那么我其中有一句话 就对那些当年要回国闹革命啊 要改变中国啊 这个 未来要当总统 或者是要搞什么 他们国籍都已经设计好了 你知道吗 就是现象都开始设计了 要把变成一个民主的一个未来的中国 当时我讲了一句话就从此得罪他们 三十年 我就说 不是说你们能不能改变中国的问题 是为了你们能不能讲清楚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今天 在我们这样一个海外有这么好的言论自由的环境 但是并没有有多少非常严肃的认真的 接近事实的讨论 基本上是 谣言占了这个主导 早一段时间 习下 习下 习上理下 类似这种东西就是说 我都不知道批评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羞耻 还是对我们的观众是一个羞耻 知道吧 这种东西就是说 这么多 主导了很长时间 而且相信的人非常多 至少比看我们的节播人多 所以有时候做媒体的时候你会感觉的比较悲哀 就是说 只有两个月了 很快就这个东西真相就揭露出来了 这些人会道歉吗会改变吗 不会的 他们还会制造下一个谣言 制造下一个审断的东西 因为观众的记忆跟鱼的记忆也没有长多少 这就是造成了一个自由的世界到底能不能产生优势的品质 刚才你讲的这些东西就是说 之所以有人纠正这个消息 并不是因为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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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胡诚华 最近几天啊 很严肃的有点像相当比较严肃 胡诚华露了几次面 胡诚华又怎么样为总理人生 那胡诚华会不会当总理我先不去说 当然少为了解一点 胡诚华这几天为什么露面 对不对 是不是 胡诚华这几天为什么露面呀 这不是很简单吗 因为胡诚华 无论是在政协和其他几个会议解决 我们的理期不是早几个星期讲出来的 当今中国的问题只有一个 就是就业问题 不是说就有一个 主要问题 解决就业问题是当今经济里面一个真正的问题 年轻人刚刚毕业 年轻人七月份找工资找不到 对于他们的处战感是很强的 他们的妇女给予他们的希望 他们自己的人生为了抱一个希望 结果毕业以后就是失业了 这个人很通过一些高达20%的比例吧 接近 胡承华副总理在2019年担任了一个职务 叫国务院就业什么什么领导小组的组长 下面就是有劳动人 什么什么人力资源部部长张锦拿 什么教育部副部长又是谁了 然后又是退伍中心什么什么部 就是各个部委大概有十几个部委都参与这个小组 胡承华是副组长 那当今的中国不就是几个问题吗 一二十大 对吧 然后是清零 还有一个就是就业 现在又碰了一个店里的问题 二十大其实也是就业问题 对啊对啊 所以胡承华出来露面处理这个 就业问题是他的本分的事情 你不能说到处都是清零的时候 清零的时候 那你说清零也接总理了 对不对 你不能说有个地方发大水了 这个有负责大水的人去救 天地露面的时候 这个人会当总理吗 所以这个和胡承华当总理没有别人关系 但是呢 这些人他不稍微做一点点工作 他不是看看胡承华讲什么 如果他负责这方面的事情 正好在这个时候出现 那就是应该是他了 对 对吧 我们刚才打赏的这位网友说 李上指的是李其上 这个帽子可大了 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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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高女 李上和下 对 应该是爱上李下 对吧 李本来就在这里 不过李其是我们是劝他 要休息休息几天时间 这可是您说的啊 在在在在电视上隆重向观众部 那不是我 我跟那小杨也讲过了嘛 是是是 对啊 李阳工作很辛苦 大家都是劝你 365点天内工作 对吧 不要给外面散播摇 您说我欺诈这个民工 对不对 小杨你可以租赞 劳务职 审判的时候你要租赞 对啊 对啊 这个除了胡春华 其实我们也听到了 有个英勇 哎 这个事也是蛮有意思的 胡春华还有英勇 对这个英勇啊 咱们咱们先 你讲你讲你讲 先简单讲 英勇这个是 其实之前的仕途一直是看好的 在浙江在上海 那我们一看都是官场伏地啊 在上海的时候 当上海市长 然后转任湖北当书记 结果呢 哎 因为年龄原因 就到人大去当一个 这个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 这么一个副主任委员 来自星岛日报的报导 说英勇最近可能咸鱼翻身了 这到底靠不靠谱 比星岛日报早一天 还是早两天我都忘记了 好像早一天 我们有一个六度电报讨论群 我跟我们一位网友叫金三 我们跟他瞎聊天 因为之前一天我又讲到了 我说有一些二十大的人士 跟大家想象的和传说的 可能有非常大的不同 有一些在第一线工作 好像一直要一线下去 但是很有可能到第二线 有一些到二线的人呢 可能会回到第一线 那么比如说 老英 老英这个人呢 他就很令人吃惊 他本来是搞公安什么法院的 当了上海的高院法院院长 突然当了一个上海市长 上海是什么市长 搞经济 他没有经济的背景 经历了当上海市长 当上海市长 没有当热巴 还没有搞湖北出事 就当了湖北省委书记 那么你从上海这样一个市长 再到湖北去救急处理这个事情 除非证明你能力不行 除非你证明你政治不正成 除非你当了两面人 否则的话你肯定要提升的 这是升到哪一个集 结果他人家来到了 全国人大一个专面委员会的 副主任委员 这是省委书记下台之后 让你心理安慰剂 就是因为省委书记 一代之豪啊 突然把你干掉了 心里面受不了啊 哪怕心理疾病是个最大的疾病 所以呢就是党就有 威上英明的安排 给你五年到人大或者政协 给你一个心理安慰剂 让你时不时要看文件 时不时真的批示实际上没什么权力了 叫心理治疗过程 但是有一些人到了这个过程以后呢 有可能会回去 有些人当了政协副主席 这样当一老赵 好像是政协副主席 又当了总理 当年的这个早几年的那个下下下下什么 那个浙江省委书记 对吧 本来要升上去了 结果到了全国政协 结果又到政协 又到了这个港澳办 山西省委书记 那个骆惠宁 对吧 去了人大当那个军阳门文会 又当了这个中联班主任 习老大他肯定有省的致笔 其实以前呢 领导人也有省的致笔 原来人们都退休了 结果我一个老朋友 他省委书记了 对吧 要退下来了 突然政协说 不行 你去处理香港就去回归问题 对 他就成为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中联班主任 所以有时候是有神的致笔 那因你有没有可能性呢 我们有人说啊 就是二十大之前呢 还有几个会 一个呢 就是下个星期的政治局会议 这个会议将会宣布 二十大具体的时间 然后政治局开完 十后的同时 开全国人大的常委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 它是有权利任命 副国际领导人的 比如说最高法院副院长 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 任命副总理这个级别 所以在这个会议上呢 这是二十大之前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全国人大会议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人事变化 有人说 一年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当 这个副检察长 但是副检察长 总检察长 张军在任一届 真正要下台的是 是周强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消息 准不准确 那么我顺便再讲一下 就是二十大之前还有一些会 还有 就是整个有两次政治局会 就是一次是下个星期的二十大政治局会 决定开会时间 下个月的政治局会就敲定最后的人选了 现在的人选还在模糊中间 下个月就是最后敲定 敲定完了以后 下个星期还会宣布 十九届七种全会 也就是说二十大之前的一个最后全会 全会开完之后两三天 我是建议他们最后阶段一起开 开完以后才是二十大 二十大开完以后就产生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 中共中央委员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中纪委 中纪委开第一次会 他们会宣布书记和副书记 运下中央批准 还会同意了中央军委 还会有一种全会 一种勤会的时候就选择总的书记 这是一些时间的序列 所以非常忙 为了两个月非常忙 对 为了两个月啊 这个中央忙 你也忙 我偶尔上一下你们节目 偶尔上一下 但是对 这个你也不要矫情了 有网友说说 不是矫情 打赏一多我就会来 你打赏少的话 像今天这种情况的话 我明天可以考虑再来 就是希望和平先生继续留下的 给和平先生打赏 不希望和平先生留下的 给Eric打赏 那这样的话我们总是打赏 反正就是 对 左手我赢 右手你输 还有一个就是加入会员嘛 加入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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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9月3号 6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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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弈币一开始发行 加入会员的人呢 我是敬意啊 有一些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总统 但具体的规则 我们要严谨一点 在节目里面就直接说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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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